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好朋友键盘小狼管大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怀旧老唱片 是1980年由张炳辉作词作曲 新格唱片金运奖第五集 第一面第三首歌 木吉他合唱团演唱的生命的阳光 对年轻一点的听众来说 会认识木吉他合唱团 还是大概都是来自于李宗盛 那大家也都知道我管大就是北投人 那李宗盛也是北投人 半世纪之前我们北投还是个小镇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很紧密的 近年时代很多音乐人都来自于北投 例如像作曲家陈阳 还有最有名的就是五月天的阿信 另外有些不是住在北投的北投人 他们小的时候在这里演唱拿卡喜的 例如像是江慧 黄义玲 李宗盛的爸爸他在北投朱海路 开了一家瓦斯航 叫做大公瓦斯航 大小的大 公平公正的一个公 现在因为道路改编了 朱海路过了中和街之后 这都改名叫做双泉街 所以这家大公瓦斯航 仍然在双泉街上 是李宗盛的哥哥在经营 我家就住在中和街 以前还没有装天然瓦斯之前 我们也用过李宗盛他家的瓦斯 我读五专的时候李宗盛还没有 在滚石唱片当制作人之前 他也都是一样的 骑个摩托车穿个凉鞋 在帮家里再送瓦斯 后来李宗盛跟朱卫英结婚 就是在我们北投中和街上 这个佳乐福大卖场对面那个 自立长老会的小教堂 不过一晃眼 这也都是30年到40年前的事情 现在中和街底的三层崎公园 清朝的时候住了一个 原住民的头目叫做潘水生 这就是李宗盛的外征祖父 因为他受到加拿大人 马杰牧师的感动 从此就改姓基督教 李宗盛的外公出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日本已经统治台湾了 就看上了三层崎这里 这个品质优良的白瓷土 那为了发展陶瓷业 就强迫三层崎这里的原住民 巴塞祖移居到宗盛 宗盛就是现在复兴岗国防大学 政工干校或是说政战学校那一代 那等到李宗盛的外公 从淡江神中学毕业就是周杰伦那个学校 毕业之后就成为台湾神学院第一届的校友 那日本政府后来又征收了宗盛这里的家 来盖这个赛马场 就又把他们迁到所谓的下设 就是现在北投捷印站对面石信高中 就是现在又改名叫佑华高中的对面 那经过几次这个迁徙 昔日三层崎头目的那个家族 就分散在北投各地不再聚居在一起了 李宗盛的舅舅潘慧耀是我们北投这里著名的祈老 那曾经也担任这个就是中和街家乐福对面 那个次第长老会的长老 所以李宗盛结婚的时候会在这个小教堂 那李宗盛除了唱歌以外他其实也演过电影 而且演的都还是主角 张爱佳曾经说过 那个最想念的季节是他最喜欢的五部电影之一 因为这部电影在1980年代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主题 那这部电影就讲说张爱佳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女孩子 可是跟这个已婚男子发生了关系 怀孕他的孩子 为了给父中的小孩填写出身证明 他就想找个男人来临时来结婚 那张爱佳就想说这个剧中这个角色 他推荐了很多人选 可是导演陈坤后都反对 因为陈坤后认为讲说 这些电影明星都太帅了 完全不像剧本中那个很小气又很热 这些个型的傻瓜 最后这个男主角的角色就给 导演就给了李宗胜 但李宗胜演出之后出奇的成功 之后李宗胜又演出了新锁 里面那个女主角呂秀琳旁边 就是那个不解风情的丈夫 结果害了李宗胜 那个李宗胜后来就周旋于 小叔还有小姑的丈夫 这三个男人中间 最后把这个家搞得天翻地覆 所以要证明只要这个角色适合 李宗胜演的电影 其实都还是让人很难忘的 李宗胜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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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